全球经贸战,中国政策线矛盾明年环球恐更悲,外国传媒报道,被美国媒体,誉为中国经济专家,研究机构Trivium,Chinese经济学家Android Poke,表示,中国目前面对的经济问题很难解决,因官员们目前正犯下错误,就是试图同时实现太多目标,其中许多目标是相互冲突,由此产生的混乱政策,组合只会给中国市场, 企业以及家庭带来越来越多的不确定因素,将继续抑制。2019年,中国和全球经济增长,他指出,为了救经济,中国人民银行及中国央行近期透过削减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为市场注入额外流动资金,财政部已减税并加大了财政支持力度。 7月至9月发行了价值2.4万亿人民币的地方,政府债券为第二季的两倍不过这似乎已超出了他们的放水极限。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面对民企融资难。目前官员正寻找更具针对性的方法来改善整体营商环境。 在过去一个月每位顶级金及官员都提出了新措施为实体企业提供融资渠道,并成立金融稳定与发展委员会,以确保最新政策得以实施不过问题来了。 以上的努力与政府在2017年和今年上半年推行的去杠杆政策不一致,并一来愈多的将银行贷款,推向小额商家这些商家,即可定义为高信贷风险。 最近有官员更特别劝告,30家小型城市及银行要援助民企。 然而该些银行很难履行任务,因他们严重,依赖萎缩的银行间市场融资,而非家庭存款,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 目前的事实是尽管官方机构设法增大资金支持,但仍未能阻止信贷增长速度出现长达15个月的减速。 明显是银行根本不知道如何应对,许多人担心如果他们增加对小企业的贷款,会因承担过高的风险而受到惩罚。 不过银行又被告知要在支持风险公司的同时降低风险,那么银行怎样做才好呢? 这一切几乎明显地展示了政策不连贯,缺乏明确性这样的话,政府的目标不可能实现中国经济放缓将继续加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